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女神撩电影,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改编自1925年发生在日本的真实故事,《中犬八宫》。 帕克教授在一次旅行归来时,在车站遇见一只小秋天犬,问了一圈,无人愿意收养它,便将小狗带回了自己家里。 狗狗的脖子上有一块牌子写着八,故取名为小八。 妻子不喜欢狗狗,并一直想着将狗狗送走,这天正接电话时,看到丈夫和女儿对小八的宠爱,便放弃了想法,认可了小八。 帕克教授最喜欢的就是教小八捡球,小八却从来不会去捡,朋友告诉他,秋天犬从不玩捡球游戏,只有当有特殊事情发生时才会去捡。 小八每天都会去车站接教授回家,他也由一只小宠物渐渐地长大了,见证并参与了教授女儿的婚礼。 车站的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小贩每天都会跟小八打招呼,这天小八反常地不肯跟教授出门,教授走后,他咬着平时不玩的球来到车站找教授。 教授开心不已,两人一起玩起了捡球游戏,教授准备走了,小八又叫了起来,但是不解苟毅的教授还是如常去上班了。 教授在课堂上因突发心肌梗塞而死亡,再也没有回到车站。 葬礼之后,妻子搬离了伤心之地,女儿将小八带到自己家里,小八趁门没关好,再次跑回了车站。 她来到以前的地方,等教授下班,周围的人嘖嘖撑起,教授的女儿赶来,直到留不住小八,就没有再把她往家里带。 无论风情雨雪,酷暑寒暇,水来,我在水中等你,火来,我在灰烬中等你。 九年过去了,小八在等待中渐渐变老,却没有在等待中失去希望,直到她闭上眼睛离开这个世界。 这是一部最好的关于人与动物间的故事。 电影的每一幕并没有刻意去煽情,而是以人与狗之间最平凡不过的相处,将情感不断地累积与升华。 当教授病逝后,八宫不论寒暑,一直等待在那个主人曾每天出现过的车站。 就是这最平凡质朴的镜头,却令人能留下自己都不曾感知的泪水。 我们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值得珍惜的人,但对于狗狗而言,他们的一生却只有你这么一个人来珍惜。 所以,你如果有一条狗,请善待它。 如果你想有一条狗,那么请你一定考虑清楚是否能善待它。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,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。